要特別提醒大家 不論颱風有沒有來 最近的午後都是大雷雨 雨量是非常驚人 像是台中和平大雪山林道 遭到暴雨侵襲 兩公里的路段有五處攤方 包含土石流還阻斷了道路 大概40台的車 200多位的山友 受困山上將近四個小時 那麼相關單位是貿雨搶修 花了兩個小時才恢復通車 如今受困山友平安回家 也分享了這段可怕的歷程 特別提醒您 高山的天候在午後非常不穩 最近別冒險爬山 因為山永遠都在 命只有一條 大雨下不停根本看不清 外頭馬路已經變成滾滾泥流 在十里坡的前面這裡 走走走走路 山區下暴雨邊坡灘方爆發土石流 前方箱形車被卡在路中央 緊退不得 等一下你下去的時候 還有那個靈心的石頭 你要特別小心不要亂撞喔 那個靈心的我們還沒有清 施工人員努力先將路上的石頭清除 鏡頭往後就看到等著下山的車輛 塞成長長車籠 大家都想趕緊逃下山避難 真的是超怕的 我想衝可是我手一直抖 台中市和平區的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31號傍晚5點下起暴雨 等等4小時雨量達到64毫米 兩公里的林道就有5處攤方 造成40多輛車上百位民眾被困在山裡 將近4小時 上一次的颱風到現在 我們這邊每天下 昨天是雷雨交加太恐怖了 驚險脫困的山友將影片PO網發文說 他們在下午3點50分集合要搭車下山時 就已經開始下雨 45分鐘後山上大雨滂沱 隨後10到12公里處就坍塌了 還好領隊提前發現不對勁 在淵嘴山與燒來山的分岔路 攔截隊員趕緊下車 全員平安回家 但其他山友搭的遊覽車還受困山上 萬一真的過不去 我們這裡還會提供一些民宿 讓他們可以去安置 土石流爆發阻斷道路 警方趕緊通報相關單位 林業署包商派山貓冒雨搶修花了2小時 終於回復通車 歷經一夜驚魂白天通車 看得到小瀑布以及許多土石 最近天氣不穩定 大雪山沿路翼下強降雨 土石翼鬆動攤方 山油發文也提醒山永遠 都在命只有一條暫時先別來 東三新聞馬瑞順 陳立嫻 唐以諾廖靈軒 台中報導 可穩哲的攝探案件 預計在今天晚上8點 就要正式召開 積壓庭決定是否收押還是交保 那麼今天晚上開始 支持者小草持續聚集 在台北地點署外投抗疫 包含館長持續到現場聲援 喊話要替柯文哲加油打氣 但今天的天氣實在太熱了 有人體力不支 當場中暑倒地 而北檢其實是 集會遊行的禁止區 警方現在特別舉牌 警告 要小草們冷靜的表達訴求 小草現場電話連線柯媽媽 還大喊叫她不要哭 小草眼眶泛淚 大喊會跟柯文哲 站在一起 另外一邊館長也帶著飲料到場聲援 我到現在還是沒看到證據 隨便一個案子 那個券都是超厚的 那個一本一本的 叫你用手抄 還要限10千 館長越講越激動 小草也跟著大喊 但是下午一點多天氣正熱 就有小草中暑倒地 謝謝謝謝 趕快回家休息 趕快回家 小草才剛喊話相信柯P 不過動作卻彷彿被按下了慢動作 下一秒就暈倒在地上 就在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因為身體不適被介護就醫後 在外頭也有一名小草 因為高溫炎熱昏倒被送醫 而在送醫過程當中 在外頭的其他小草 還一度跟媒體警方發生衝突 儘管警方在蘇島 民眾趕快將車開走 但一盤的小草還是不斷嗆蝦 據了解這名小草已經到場兩天 可能因為天氣太熱體力不支 還是你們只是理薪水 不管合法還是違法 這是政治問題還是違憲違法的問題 不過最辛苦的還是現場遠景 依法執法卻還要被嗆聲 站在這裡的司法人員 你們不要臉 分局長帶隊依法到現場維持秩序 卻被嗆立刻舉牌 你們在集會遊行靜置區 台北地選組前面舉行集會 以違法集會遊行法制規定 因為北檢屬於集會遊行法 所列的禁置區 小草們沒有經過核准 違反集會遊行法 31號已經兩次順面勸導 1號上午再舉牌警告 要小草們冷靜表達訴求 東山新聞 蔡芸山由雅馨 SNG在台北採訪報導 的確如今的民眾黨群龍無首 必須靠著黃國昌 召開記者會一一來澄清 但是現在面對關鍵的爭議金流 真的是閃躲說不清楚 主要就是陳佩琪針對幾百萬 怎麼會用ATM的方式 一筆一筆存入 這個金流非常的可疑 今天媒體當然會追問這個話題 但是民眾黨是賢小燈收起嗎 他們的黨團總召黃國昌 立刻對媒體嗆瞎 說你們要這樣搞 沒關係啦 發言人吳亦軒也爆氣了 說是現在是怎麼樣 而且還同時放話以後 可能要控制大家的麥克風 今天是記者會 大家針對金流問題 是一定會有所提問的 這也讓柯文哲前幕僚 吳靜營批評 民眾黨現在是解釋不清楚呢 還是因為面對媒體尖銳的問題 不願意面對真實的解答而生氣呢 那我們今天的整個記者會 就到這邊結束 也謝謝所有的 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到這邊結束了 民眾黨開記者會 但似乎只想講自己想說的 正義沒有釐清 民眾黨發言人吳亦軒不給追問 直接打斷 外界都在關心純大筆現金 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說 請問東森的記者 你現在是為什麼要特別的 在影響我們的記者會流程呢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呢 外界好奇大筆現金 發言人脾氣很大 張其楷趕緊換家 結果黃國昌在旁 忙著提油救火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東森要這樣搞也沒關係 就現場直播嘛 是啊 第一個 現在是怎麼樣 沒有先停一下 你說外界質疑大筆現金 第一個外界是誰 第二個大筆現金是多少錢 兩人一再打斷還一搭一唱不讓記者提問 甚至會後還這樣提醒記者 我們今天是相信各位會依照我們的程序進行 民眾黨會這麼急原來是希望一切照他們的劇本走 想不到屢次指控他人操作媒體 最終民眾黨也這麼做 如果大家要這樣子以後麥克風都會控制著 張其楷搶當何世老想要平息爭議 結果另外一位發言人李鼎麗也是用同樣態度繼續引戰 如果你是要這樣子對大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尊重原則 那如果以後是其他的所有的政治人物的這場合的話 難道也要這樣子嗎 事件延燒引發網路熱議 科問者前幕僚吳靜營對此大嗆 整天批評別人的大說謊家 這回民眾黨想開記者會議澄清爭議 卻抨擊媒體提問 記者要替各界找出真相 結果民眾黨充滿氣焰 強硬辯解的模樣 也讓外界批評果然是緊急應變小組 東山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 好 我們就來回應黃國昌質問我們媒體說 這個外界指的是誰 大筆現金又是什麼 就是陳佩奇手中那700萬的金流 好 當下解釋說這170萬 是所謂他過世媽媽的首尾錢 但重點是他的媽媽還活著 以及還有300萬的遺產 檢方就是追到說發現陳佩奇 他是分批用ATM的方式 存了上百萬到他兒子的戶頭裡頭 那麼對此其實陳佩奇說 這是已故的爸爸留給他的錢 還有這個演講費以及講稿等等 那麼陳志涵也立刻嗆聲 原來現在柯文哲的家庭 是連ATM都不能用了嗎 我們用了是有罪嗎 但是這反而證實 的確陳佩奇是用這個方法 存進巨款的 他到底為什麼要怎麼做呢 現在資深行員就分析 如果你零貴存超過50萬 就必須要申報 但是你靠著ATM存錢 就能夠默默的不必申報 任何民眾只要有賬戶 就能夠透過ATM存款 雖然每家銀行的規定都不同 但最多就是一次可以存入 200張的鈔票 以目前最大面額2000塊來算 最多就是存入40萬 陳佩奇把上百萬存體存入 引來了見方質疑 把錢存帳戶沒問題 問題是方法及時間點 怪怪的上百萬就算最大面額 也至少要存三次 時間點還剛好 介於便當會期間 陳佩奇怎麼不選零貴存款 為何分批掩飾什麼 都是檢方調查重點 因為有媒體指出 陳佩奇被列為證人時 應訊筆錄當中指出 柯文哲確實曾經拿上百萬現金給他 卻交代不清楚來源 一旦沒交代清楚 就會連帶影響柯文哲的下場 因為把所有的這些存部 也就是存折 都交給了檢調人員 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被拿來做成攻擊他的武器 陳志涵嗆聲 原來柯文哲家庭 連用ATM都有罪 不就證實陳佩奇 確實把上百萬分批存入ATM 儘管陳佩奇強調 這上百萬是包含已故夫妻留給他的錢 還有柯文哲的演講費以及稿費 但檢方針對柯文哲除了圖利罪 更依公務員違背職務收賄罪偵辦 代表確實查出收賄 恐怕面臨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強調每一筆財產都清清白白 但檢連特地找來柯文哲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兩位夫人幫問訊肯定有原因 夫人說沒有秘密賬款 只是看來檢方不信 東森新聞 范靜文洪詩琴 台北報導 確實這樣的不明金流 一切要等到家庭開完 才能夠大概了解 這個金流到底是什麼 陳佩奇現在咬定 這就是首尾錢引發爭議 主要是因為陳志涵 他立刻在記者會上批評 有人說這是陳佩奇 王母的首尾錢 讓當事人情何以堪 因為其實陳佩奇的媽媽 並沒有過世 但是陳志涵的說法也被打臉 他自己一開始 我們來看到 他就在臉書發文說 這個選舉補助款呢 當中是有媽媽留下的首尾錢 好 是在早上8點20分鐘 他發的這個臉書文章 後來被抓包 他自己偷偷重新的編輯貼文 他說這個是爸爸或媽媽 留下的首尾錢 他說他自己也被誤導 不過這真的讓國民黨林涛碰批 現在民眾黨極了說謊都不打草稿 人家的媽媽還在 說成是王母 說成是不明財產 這叫當事人情何以堪 讓陳佩奇情何以堪的 恐怕就是你陳志涵 因為這說法不只想牽托誰 明明一切的起源 就是陳志涵在臉書發文 最一開始說這些錢 有2018年的選舉補助款 也有媽媽留下的邱維吉 和柯文哲上節目的出席費與稿費 結果過了8小時 陳志涵編輯貼文 說是有爸爸或媽媽留下的邱維吉 搞錯的人是誰 現在你又在說什麼呢 對 說謊不打草稿 而且真正在詛咒陳佩奇 媽媽的是陳志涵 然後這一次在臉書上 把這個首尾錢 說是他媽媽的首尾錢 也是陳志涵 陳志涵在這一件事情的發言 根本就是大翻車 陳志涵後來又換了說法 說自己是被消息誤導 想放消息帶風向 結果自打臉 現在不明金流是700萬 還是170萬沒人說得清 倒是民眾黨又自爆300萬的數字 已經往生的是陳佩奇的父親 也就是柯文哲的岳父 在2016年往生 當時他有300多萬元的遺產 陳佩奇醫師就用這筆父親的遺產 來照顧母親 那也怪了 既然是用來照顧母親 為何現在消息 都是陳佩奇存入帳戶 要照顧要支付 那應該是領出吧 照顧費的話 為什麼只進不出 那我們卻看到陳佩奇 像是車手一樣 一筆一筆的去ATM存入 真的是他們敢說 我們還不敢相信 不明金流當中 到底有沒有2018年選舉補出款 柯文哲當時拿房子借款2000萬 後來以前幕僚張藝燦爆料 一切都有精算過 只不過實際選票只得到58萬多票 一張30元算下來 僅有1742萬4600元 再加上保證金200萬元 等於說距離償還房貸還有58萬 連房貸都不夠付了 怎麼還有可能會有 結餘款200多萬呢 實際上的那個帳面數字 虧得比這個還要多 那以這樣子的數字 這樣子相減之下 其實應該是不太可能 有所謂的這個選舉的 結餘的款項 亂調便便便 一切都只是應變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 綜合報導 小鈴薯